在電腦鍵盤的按鈕貼上麵包粒 再放上煙肉粒 當雀仔奪食某個按鈕的煙肉時 他們同時打緊節 並會即時放上Twitter 一年多以來 雀仔每日平均發佈近100條訊息 這個精心設計來自拉脫維亞的藝術家 她說很喜歡雀仔 有日以煙肉為雀仔時 忽發其想想到可以用這個方法 令雀仔建立屬於自己的Twitter 雖然雀仔發表的只是隨機的訊息和數字 不過藝術家就說 看過部分網民的Twitter內容 覺得雀仔的貼文都算不錯 香港風頻電視機者金營報導